你觉得父亲为了保护女儿而杀人 这听起来像是电影里的英雄情节对吧 但是今天的案件可比电影复杂多了 咱们的主角是64岁的汤姆·马丁斯 时间是2015年8月2日凌晨3点 这个时间大多数人都应该在梦里吧 当我们的汤姆大叔可不是一派人 案件从汤姆那令人毛骨悚然的911电话开始 Davidson County 911 what is the address of your emergency We need help Okay what's going on there My son-in-law got in a fight with my daughter I intervened and I think he's in bad shape We need help Okay what do you mean he's in bad shape he's hurt He's bleeding all over and I may have killed him He can show you how to place your hands but I need you to stay calm I'm certified I can't think Okay you have to stay calm Let your training take over 2 3 4 2 3 4 Good 2 3 4 1 2 3 4 当我们的机器人机通电话时 汤姆表示需要帮助 接线人进一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汤姆解释说他的女婿和女儿发生的争执 他介入了 现在他认为女婿受伤严重需要帮助 接线人追问他伤得很重是什么意思 汤姆直白地说 女婿满身是血 自己可能把他打死了 帅气 这位老父亲的全都看待是挺硬的 接线人试图安抚他 让他保持冷静 按照训练来操作 汤姆回应说 他接受过培训 但现在脑子里一片空白 一个受过训练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脑子一片空白 这细节很有意思 不是吗 救护人员赶到此发现的长情堪比恐怖电影 血迹斑斑的墙壁地板上 躺着39岁的杰森·戈贝特 毫无反应 头部被严重击打 杰森当场被宣布死亡 而他的妻子莫莉和岳父汤姆 则被带走失问 随着调查的深入 正去开始指向一个更为阴险的复仇计划 看来这场英雄众美的戏码可能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案件的主角 杰森·保罗·科贝特 1975年2月12日出生在爱尔兰利尔县 他和双胞胎兄弟维恩 是八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两个 到过四个兄弟和两个姐妹 杰森被描述为一个温柔的巨人 喜欢享受生活 年轻日的杰森身心活泼充满升级 稍显顽皮 听起来是个田套人喜欢的大男孩 1997年 杰森在离开家乡工作的城区 遇到了马格蒂特·马克斯·科贝特 多年恋爱之后 杰森在2002年 在西班牙巴塞罗纳度假时向马克斯囚分 他们于2003年6月结婚 并于2004年9月迎来的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杰森开始的他们未来的建设 2006年9月第二个孩子 杀了出生后 他们搬建了梦想中的房子 生活对他们来说充满了幸福和期待 但是命运总是喜欢和人开玩笑 2006年11月21日 一场悲剧降临 马克斯一哮喘发作不幸去世 尽管杰森尽力抢救他 但他在去医院的路上还是离开了人设 这个打击对杰森来说无疑是巨大的 杰森和马克斯的家庭 围绕着这位年轻的父亲 帮助他抚养孩子充满爱 尽管家庭的直直无处不在 杰森还是希望他的孩子 能够有更有结构的生活 于是决定雇佣一位保姆 经过粮食失败的常识后 杰森决定寻找一位精通英语 且愿意长期工作的保姆 24岁的莫里马丁斯来自美国田纳西州 诺克斯维亚 他看到了这广告 即生是一个31岁的晚夫 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迫切需要帮助 莫里看似是最佳人选 莫里不仅是南卡罗兰 纳州克莱姆森大学的毕生 还成是蒙特硕利教师和奥运级别的游泳选手 对于杰森来说 他能够为孩子们提供最好的照顾 听起来简直是完美保姆 2008年3月 莫里抵达爱尔兰 杰森和孩子立刻喜欢上了他的温柔性格 可悲他一家也非常喜欢他对孩子们的悉心照顾 杰森开始重新露出笑容 两人之间显然产生了感情 2011年6月 杰森和莫里在田纳协助诺克斯维尔结婚 并搬到了贝卡罗兰纳州温斯顿三勒姆 杰森从阿尔兰的多包装系统公司 调到贝卡罗兰纳州莱克星顿 继续担任工厂经理 搬进一个门禁社区后 莫里开始在登地的游泳俱乐部 坚持当游泳教练 这段年轻的家庭似乎过着最好的生活 一些似乎都在朝的美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好景不长 2015年8月1日晚 莫里的父母汤姆和莎伦突然造发 他们在晚上8点左右抵达 经过了从田纳西州到贝塔多莱纳州 5个半小时的车程 享用完披萨和其杯饮料后 大家各自回到房间休息 汤姆和莎伦住在地下室的房间 杰森和莫里在一楼的主卧室 杰森和莎拉在二楼的房间 谁能想到这个平静的夜晚 竟然会演变成一场噩梦 接近凌晨3点 汤姆突然醒来 不确定是什么打扰了他 但他听到了来自一楼的撞击声和喊叫声 沙伦也被这些声音吵醒 汤姆告诉梯子待在房间里 自己拿起为杰森买的棒球棒走上楼去 声音来自杰森和莫里的卧室 汤姆推开门 看见杰森正掐着莫里的脖子 当杰森看到汤姆拿着棒球棒站在门口时 他将莫里等在自己身前 继续掐着他的脖子 汤姆要求杰森放开莫里 但杰森没有松手 反而开始向浴室移动 并警告汤姆退后 否则他会杀了莫里 出于本能 汤姆冲向杰森 用棒球棒击打他的头部 杰森一直所抓到断球棒 另一只手依然插着莫里 受胜上显速的驱使 汤姆紧紧握住棒球棒 将杰森甩开 杰森持续平衡 莫里趁机挣脱愤怒的杰森 开始反击 但为了保护女儿 汤姆继续用棒球棒击打杰森的头部 经过短暂但激烈的搏斗 杰森倒在地上停止了动弹 此时汤姆拨打了戴维森线去玩摇 报告了这起事件 听起来像是一场正义的滋味 对吧 但是随着调查的深入 事情开始变得复杀起来 警方和救护人员迅速赶到 迎接他们的是震惊的莫里和汤姆 汤姆告诉现场的警官 杰森整晚都在喝酒 并攻击了他的女儿莫里 警方进入科贝泽的家 发现了一楼卧室内的恐怖场景 杰森赤身裸挺躺在地板上 头部遭受严重打击 房间内的家具被推倒 墙上和通往御市的锅道上满是血迹 尽管急救人员对杰森进行的心扉复苏 但为时意外 他当场被宣布死亡 在杰森的遗体被移住房子后 犯罪现场调查人员开始收集证据 同时莫里和汤姆被带到警察局进行询问 警方拍摄了莫里和汤姆的照片 便逐一询问了当晚的事件 汤姆回忆说 发现杰森掐着莫里的脖子时 他保护女儿的本能压倒了一切理智 他还提到自己并不特别喜欢杰森 但他们一直保持礼貌相处 在另一个询问时 莫里向警察讲述了类似的版本 他补充说 争吵是因为萨拉做了恶梦跑到他们房间 即使因沐浴总是宁爱萨拉而感到不满 争吵随之而起 莫里因父母在家而感到安全 所以坚持与杰森争执 他没有预料到争吵会升级到这样的程度 当被问及房间内发现了带血砖块时 莫里解释说 他和孩子们计划用砖块做手工 所以放在房间里 他承认用砖块击打了结枕 因为他担心丈夫会压倒附近 并杀死他 莫里向警察解释 这并不是他和杰森之间 第一次发生家庭暴力事件 他们的问题多年来一直在累积 警方向他保证 这起案件将作为自卫处理 唐姆和莫里在警局待了7小时后 获准回家 但随着调查的深入 家庭劳顿逐渐浮出水面 媒体也卷入了一场多方角力的案件 戈贝特一家 从爱尔兰飞来与孩子们在一起 并了解杰森死亡的具体情况 杰森的妹妹特里斯接到消息时感到震惊 他得知莫里马丁斯的母亲沙伦 打电话告诉他 莫里和杰森发生了争执 莫里推了杰森 杰森撞到头部 死了 特里希对于杰森被指控家庭暴力 感到难以置信 很快 调查人员发现 科比特家族和马丁斯家族之间的关系 充满了紧张 2015年8月3日 杰森的事件结果出来后 莫里希望将杰森活化 但特里希反对这一相反 最终莫里同意 让特里希将杰森的遗体运回爱尔兰 但前提是 他的家人需要支付所有的伤道费用 最终两家律师达成协议 科比特家族支付了所有费用 莫里签署了遗体转移的同意书 与此同时 莫里和特里希之间的警户权争夺战也在惊喜 杰森去世后几天 莫里争夺了杰森的遗嘱 遗嘱中将杰克和沙拉的完全监护权 奏予特里希和他的丈夫 法庭也支持了杰森的心愿 最后特里希赢了 科比特一家返回了阿尔兰 而杰森在2015年8月23日 被安葬在家乡里亚前 话说回来 莫里还真是气而不舍 多次想联系孩子们 甚至通过社交媒体和爱尔兰的报纸电台求助 但结果都扑接了 他的个人生活迅速成为了媒体的焦点 真是没想到 连吃瓜群众都关注起他来了 认识杰森的人纷纷站起来 说他不是莫里描述的那个暴力狂 而是个浪漫又爱家的绅士 纳格斯的家人也否认 曾指示者杰森对他的死负责 这可是汤姆在警察初次审讯时提到的说法 真是一个大反转 不过莫里的朋友们有不同的说法 他们告诉记者杰森控制欲很强 莫里对他们搬到北卡罗莱纳周后的生活很不满 邻居们也表示 这对夫妇表面上看起来挺幸福的 但有时会有摩擦 莫里有时还会在社区聚会上嘲笑杰森的体重 这导致了不少激烈的夫妻吵架 调查人员回顾了杰森的尸检结果 发现了一些疑点 法医克雷格纳尔逊博士 劝杰森因头部顿气上致死 但无法确定他头部受了多少次重击 估计至少有10盐子主要集中在后脑 这样调查人员这一幕内和汤姆为何需要对一个背对他们的人进行置卫 更离谱的是 读里包括显示 杰森体内有微量的曲作筒 这是一桶强效抗疫语药和做棉药 莫里和汤姆坚持说杰森在争吵前大量饮酒 但杰森的酒精水平对于他这个体型的人来说并不高 不会影响认知能力 调查人员发现 2015年7月3日 莫里曾被开过这种药物的处方 这就有点难有寻味了不是吗 学籍专家指出 学籍模式与汤姆和莫里的陈述不一致 墙上的几个凹痕表明 棒球棒可能在汤姆试图击退杰森时击中了场比 但也可能是杰森已经倒地或接近地面时被击中的 学籍的高度表明 杰森在被击中时可能是跪着或躺着 如果他站立着被击中 学籍会喷剑得更高 甚至到达天花板 专专还研具了莫里的水衣裤和汤姆的内裤上的血迹 那位血迹模式表明两人在杰森被击中时站在他上方 床大和枕头上的血迹也表明 杰森在被击中前可能还躺在火 坐在床上 急救人员初次评估杰森时 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凉了 似乎求助电话被延迟 尽管汤姆和莫里声称曾对杰森进行心肺复苏书 但他们的衣服上并没有多少血迹 前方拍摄的照片显示汤姆和莫里都没有受伤的迹象 正与他们描述的激烈搏斗不复 虽然调查人员无法完全确定科贝特夫妇的婚姻状态 但他们对智慧说法产生了怀疑 杰森是家中唯一的另一位成年人 尽管楼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他却没有上楼查看 这令人怀疑 电话记录显示 莫里的父母在意外造反之前 曾多次与他通话 进一步引起了调查人员的警觉 此外 紧身的笔记本电脑 在警方搜查时消失了 而莎拉提到 他看到附近在十八前一天晚上还在使用电脑 调查人员希望通过笔记本电脑 验证特雷西的说法 即杰森政治计划带着孩子们回爱尔兰 杰森的邻居也提供了于莫里和汤姆说法相矛盾的争执 邻居描述到2015年8月1日下午 他和杰森一起修监草坪 然后享受了几杯啤酒 邻居描述杰森情绪很好 但并未喝醉到会大发雷霆的地步 这一说法与莫里和汤姆 关于杰森醉酒的陈述形成了鲜名对立 随着调查的深入 调查人员开始怀疑汤姆和莫里 是否预谋杀害了杰森 他们逐步挖掘出了莫里 可能想摆脱杰森的动机 首先莫里一直渴望成为杰克和萨拉的母亲 并在杰森去世后多次尝试争取监护权 更耐人雄伟的是 救产人员还发现杰森拥有一分60万美元的美国人数保险 这可能对莫里具有诱惑力 但最具杀伤力的证据是犯罪现场的照片 专家们认为这些照片显示 杰森在被袭击时处于俯卧为止 无法对汤姆或莫里构成威胁 检察官利用这些信息 成功地对汤姆和莫里发出了逮捕令 并以二级谋杀和过失杀人罪指控他们 2015年12月18日 他们马丁斯和莫里科贝特贝布两人均不认罪 他们各自缴纳了19万美元的保障金 并于2016年1月4日获失 唐姆和莫里的联合审判于2017年7月17日开始 编护团队依靠父女两的智慧说法 但他们无法使用杰森和上拉 在杰森去世后所做的陈述 因为孩子们自搬到艾兰后撤回了这些陈述 辩方还决定让汤姆而非莫里作争 在证词中 汤姆向陪审团描述了杰森被杀的那晚 他描绘了自己和莫里面对愤怒的杰森时的恐惧和威胁 他坚称自己必须用尽全力才能击退杰森 保护自己和莫里 他确实觉得杰森会杀到他 觉得他们两人的生命都受到了威胁 他尽其所能一旦控制住了棒球棒 他就打杰森 直到他认为威胁已经消除 控方则集中火力在汤姆的证词上指出 汤姆和莫里在袭击后拍摄的照片中没有受伤迹象 尽管汤姆描述了一场激烈的生死搏斗 检察官还补充道 以截圣的铁弦不可能在搏斗中不对被告造成任何伤害 此外 犯罪现场的照片和血迹专家以及法医的证词也被控方依赖 血迹专家在现场描述为过渡杀戮 2017年8月9日 陪审团经过4小时的上议后判定汤姆和摩林二级谋杀罪名成立 并分别判手20到25年监警 听到判决后 汤姆非常等待 而莫里则哭泣并向母亲请求原谅 然而这并不是案件的终结 辩护团队对陪审团的裁决提出上诉 声称诸审中存在陪审团不当行为 他们认为陪审团在媒体影响下对莫里形成了偏见 并且一些陪审员承认曾施下投了案件 虽然上诉被驳回 但辩方并未停止努力 在2021年 北卡罗莱纳州最高法院允许重审 典籍汤姆和莫里获得释放重审 定于2023年11月进行 在重审中 汤姆和莫里同意认罪协议 根据协议 阿基谋杀指控队取消 汤姆认罪过失杀人 而莫迪这部队过失杀人指控 进行抗辩 这意味着他既不承认 也不否认对节省知识负责 实责辩方能够使用孩子们的陈述 并变成他们搬到爱尔兰后 才撤回这些陈述 辩方还播放了一段杰森和莫里的争吵录音 重点突出了对莫里的家庭暴力指控 杰克和沙拉主席的审判 并恳求法官不要减轻莫里的刑期 不要再次被他所迷惑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 汤姆和莫里的刑期被大幅减之四年 且考虑到他们已在监狱中度过的时间 最终于2024年6月获释 但调情是他们不得共同生活在同一无言下 杰森科贝特的案件 没有人真正知道这种关系中是否存在家庭暴力 还是莫里则进行煤积灯效应操控 这最终是留给观众去决定的 但建议所有的争取和复杂情况 我们希望听到你对今天案件的看法 你觉得这是自卫还是谋杀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别忘了订阅蜀格的频道 点赞并分享本视频 好了今天的案件就到这里 记得照顾好自己远离那些可能让你陷入麻烦的人和事 爱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